九龍灣發生橋底奸劫案 現場環境是否危機四伏 鮑魚炒飯,拿肉扮鮑魚 鮑魚和鮑魚真的這麼難分 茶餐廳名物,西多原始做法 竟然是煎 爆章西多有多邪惡? 不懂殺嬌的女人大業 魔者Cherry Savings 點搶起碼上東張細亡 歡迎收看東張細亡 早前因肝衰竭經歷兩次換肝手術的鄧桂絲 目前情況仍然危殆 聯合醫院今天下午交代鄧桂絲 出現急性肝衰竭的原因 鄧桂絲去年七月 因為高血壓到聯合醫院求診 檢查後發現腎臟有問題 所以今年初主診醫生 就處方高劑量的類固醇給他 到四月出現急性肝炎入住 聯合醫院 幾天後情況惡化至急性肝衰竭 再轉到瑪麗醫院等候接受肝移植 聯合醫院承認是醫生沒有察覺 他是月形肝炎的帶菌者 會成立委員會調查 並且事故向病人鞠躬自怯 鄧桂絲的大女兒批評遠方 一直沒有主動向他交代事件 要他自己覺得可疑 才主動查出原因 他還說我給你100句道歉 你給我健康的媽媽 而近日還有很均動的 還有以下這宗案件 香港是法治之刀 但九龍灣鬧事 近日竟然發生了一宗 諧人聽聞的奸劫案 事件令人人心惶惶 當時女事主在九龍灣下班回家 途經這條三彩天橋時 當時她戴著耳筒看著手機 賊人迎面將她的手機搶去 然後繼而逃走 當時女事主追到來觀塘 到天橋底時發現賊人不見了 而且身後的鐵絲網門是打開的 所以她就進去找她 誰知 刹人當時用刀挾持著她 再將她的手腳 用充電線綁住 繼而強姦再搶去她的財物 喪心病狂的那個人 完全搶了手機 然後還要毀掉那個女生的一輩子 所以希望盡快可以成知與法 可以抓到她 會害怕 因為我們都在附近 都是要走過這個天橋 大家都會很小心 現在都會比較害怕 同時都會說回這件事 事發之後 天橋底空地的閘門已經上回鎖 我們看到警方 和當區區議員到場試測 而警察也明顯加強巡邏 案發時候 22歲的女事主 遊行人天橋追賊 追到到天橋底空地位置 但為何整個過程 都沒有同人發現報警呢 在這裡又是否存在安全隱憂問題 我們去現場看過 發現這裡原來危機四伏 第一,深夜人流明顯減少 平日這裡人來人往 但一到深夜就幾乎沒什麼人走 按發的時間其實跟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都是大約凌晨1點多左右 其實大部分的港鐵列車 和巴士都已經暫停服務了 而在現場這裡都已經沒什麼人 所以如果發生任何意外的話 真的會沒人知道 如果這麼晚回家 真的要注意路面情況 不要只顧聽歌、看電話 第二,行人天橋沒有裝閉路電視 九龍灣港鐵站B出口 只有一部CCTV 我們一走出天橋 四周就再見不到任何CCTV 根本無法記錄下當時案發情況 第三,天橋底空地位置偏僻 看到空地附近有幾道閘門 一直都上了鎖 但唯獨在事發時 這道閘門偏偏沒有上鎖 以致令賊人有機可乘 究竟誰要負上責任呢 這個荒廢的空地位置偏僻 加上旁邊的花草生滿了雜草 草還有一乎兩米高 我們站在外面 完全看不到空地裡的情況 如果賊人躲進犯案 將女事主禁錮強姦 根本沒有人會留意 回家要小心一點 不要掛念電話 小心周圍 盡量前後看 要小心一點人 這樣 也要認清楚 走路左右看 我會小心一點 會否避免做些甚麼 或者會做些甚麼 不做的 盡量不看手機那些 我有朋友說過 可能帶些噴霧在身上 放浪 或者可能也不太晚回家 或是跟朋友聯絡 或者是在一起 看完影片之後 都呼籲各位回家的女士 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覺得對強姦犯 應該要加重刑罰嚴情 沒錯 我也很認同 不如我們轉一下話題 在這裡我們要再次恭喜張家朗 沒錯 香港第一位在世界杯男子花劍賽 獲得銅牌的張家朗海旋歸內 他今早九點半下機 他的樣子也很精神 心情很興奮 因為成年的獎牌 在世界上我還沒獲得過 獲得之後 其實是對自己很大的信心 一個很大的肯定 可以對之後的比賽 繼續努力打 很滿意 因為本身前幾站都是16強 可能給自己的目標8強 這次有一個突破,真的很開心 自從他拿這個事情冠軍以後 成年還是第一次拿獎牌 所以我們都非常高興 說到口碑 最近有出劇,口碑也很好 你還不以撒嬌的形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 撒嬌真是不好了 我怕連我自己也受不了 很熱…很熱鬧 中環街頭這麼多人聚集 都是因為這群不懂撒嬌的女人 全劇總動員出動 令人頭湧湧,氣勢就像收視一樣 這麼高企 魔姐還一貫她女強人的作風 穿上一套Smart Casual Look的衣服 而甜蜜就穿上粉紅飄飄的 性感一字薄,配搭她的角色 不過不得不提的就是賤輕 這群女生貼了大交叉的身材 還拿著徐仔幫她 這個牌餅宣傳活動足夠貼劇 賤的… 喂… 不要貼你,我摸你 是嗎? 太入獄了,她本來是這樣嗎? 其實暫時給我的感覺是很隨和 很隨和,那摸人吧 摸過你哪裡? 沒有…其實… 摸你哪裡? 沒有,我也摸過你 我也不記得自己… 摸完不記得 不是,我摸太多 每天回去就是摸… 她跟Cherry這對甜絲絲得來 又夠貼地 皇后信戀男Style 簡直是生死人了 還說Cherry經歷的事 好像現實中的詩詠 為何一定… 我想很多人的程度 都會發生過很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普通的… 在愛情的世界裡 但完全沒有覺得 故事的發展和我本身是一樣的 你本身已經結婚了 但裡面是說你不贊成 應該結婚了 所以我很難做 是嗎? 我要挖得很深才可以理解 為何一個男人不想結婚 而且這麼害怕 整套劇的另一招電就是爆金句 短短幾集就已經有不少的金句王彈出 最霸道的控制玉強人、魔姐 和心計派甜蜜都有自己的心水 當要嫁給公司 對,不需要男人 工作不會騙你 對,但男人會騙你 我最喜歡是耗信說一句 她說男人要做得出… 不是,做得到才說得出 但我覺得這句… 應該要給所有男人看 讓你再做一個殺嬌的女人 你們會否做到 或是否覺得有難度 我肯定有難度 我會先飛到台灣住一個月 要殺一下嬌來聽聽 對,不要吧 很煩人 你不要叫我殺了 對,不要吧 整套劇成為觀眾討論的焦點之餘 賤人和賤人買樓攬出來的那一幕 更加想到一眾善女心 不過網上有人說 劇情指賤人的房子本來都給了200萬 賤人給15萬又來做什麼呢? 不太合理 你不要冤枉我,我能做得到說得出 你租房子叫人走 也有一個月通知 你煞時間叫我走 是否要付錢來賠償我? 我很簡單,賤人一天就一萬元 你提早一個月就是三十萬 但我看見你們這麼傻 就給半價,他就十五萬,就是這麼簡單 賤人只值一萬元一天? 賤人只值一萬一天,沒問題 因為現在等錢花,因為被人解僱了 一萬元一天過到生活就沒問題 其實會有這個誤會 都是因為劇情經過三戰而造成 現在就薄味曝光的片段 識除大家的疑惑 拿這麼大筆錢出來買樓就不爭了 你給了多少錢賤人?二百萬? 那就不用這麼多,二百萬又要付 付多少?賤人數這麼精采 他會計算少你嗎? 當年五百萬的樓,現在升到六百萬 賺一百萬,他拿回一半都已經代五十萬 還有他之前出過的錢,首期一百五十萬 即是他出了七十五萬,供了二十五期 砌頭雞,即是供了三十萬 還有裝修費、律師費 我當他二十萬 這裡加加賣都差不多一百八十萬 還有他供多的十萬也要我還給他 即是一百九十萬? 好,差不多 還有?他要你付什麼?訂保費? 跟賤人這些人都要講道理 你叫租客早點走,都要一個月通知 知道了,他本來找到的地方 一個月後搬走 現在他跟大奔空肯收錢早點走 那我就給他 給了多少? 一筆,一日 一天一萬?即是三十萬? 你傻了嗎? 那我又傻不完 我跟他押回半價才行 這樣的錢你也肯付? 鮑魚炒飯,裸肉扮鮑魚 鮑魚和裸肉真的這麼難分? 茶餐廳明白了 世多如此做法竟然是煎 爆漿世多有多邪惡? 稍後東張西望 歡迎回來東張西望 Ashley,我想問你 你會否去茶餐廳吃東西? 因為女神通常不會去這些地方 當然會,因為女神也會肚餓 女神也要吃東西 我最喜歡去茶餐廳吃常餐 沙爹牛肉麵 這個我也會吃 通常人家會叫做光速餐 趕時間才吃 因為我覺得這餐沒什麼營養 最有營養都是那隻雞蛋 對了,我忘了Patrick Sir 是健康大致的代表 吃東西一定要以健康為主 對,不過這樣也很辛苦 每次吃一些不健康 但很好吃的東西 會覺得很內疚 不過有些好東西也要介紹 逢星期二介紹香港好玩好吃 好看好賣的好地方 今天介紹邪惡的西多士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韓國奶茶簡直是茶季3.3的代表作 連吃開正宗法國豆的外國人 都要無名一戰 我們在歐洲的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很甜, 但很美味 我會回答 因為我試過法國的法國 法國的法國的蛋好像炸得比較好吃 要炸出一件小小的西多士 四個字, 即叫即做 就是每次用三隻 而且我們…三隻因為西多士比較均勻 喝下去可以 而且炸出來不會… 一些金黃一點, 或一些淡色一點 最重要是用雲巡 我們每次有命令, 我們才發的 三隻雞蛋 而且麵包全都是即來即做 有命令才做 這樣上勻了, 可以炸 看起來很容易 但炸的時候有甚麼技巧 最重要是先用油溫 油溫有90至100度 油要夠滾才能炸起西多士 因為油溫不像麵包, 會吸油 為甚麼西多士不吸油 因為油夠滾, 迫起所有油 否則吃下去會油膩 你看到表面金黃色 你就會轉另一面 因為如果再炸, 就會焦 而且做這些…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簡單 不過還要有心去做 好了, 金黃色就可以起了 然後再加上一塊牛油 這樣就可以了 西多士有幾首官營嗎? 差不多兩、三個人會叫一份 如果人多的話, 就要叫多一點 差不多他們必吃 甚至也有人拿來做早餐 最正式的吃法, 配搭應該是怎樣 最正式的吃法就是用糖膠 但是現在人們都喜歡自己各自的口味 例如下煉奶, 有些人下沙糖 甚至也不用下糖, 當作鹹小吃 各有所好 不過追溯西多士最原始的做法 並不是油渣, 而是慢煎 六、七十年代 對, 我們很多舊式的茶餐廳 會用一種黑菇勒骨的煎鍋 多加點油, 半煎半炸, 翻兩邊 出來的效果比較香 西多士煎至金黃色 沒有油炸的油膩感 多士還相當厚 認真是…好多士 師傅, 麵包真的切得很厚 對, 也有串幾厚 為什麼要特地切得這麼厚? 因為我們想蛋汁豐富一點 這樣放進麵包裡, 入味一點 西多士沒有餡料 蛋漿是味道的靈魂所在 不是普通打幾隻雞蛋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西多士沒有餡料 而香港人普通吃的西多士 會有餡料在裡面 所以我們用肉桂粉 去提升它的味道, 更加烈 因為這個橙汁令煎出來 真的有一種橙的香味 而煎出來就會容易入口 而且比較香 蘸蛋漿, 下扒爐煎 還刁鑽過人 西多要站著, 打凍煎 我們會先煎四面的邊位 而且將多餘的蛋汁刮走 為甚麼 因為多餘的蛋汁多 西多士就會變軟 那每邊煎多少秒 我想大概是一分鐘至半分鐘 有一點黑色的胡椒 在前面有比較脆的感覺 煎多久 我想大概一件西多士要10分鐘左右 這麼久? 我們堅持有六點, 都煎好 客人吃到每一口都很均勻 而且顏色會更漂亮 平日那些很薄 然後外面那層可能會很硬 外面脆得來, 外面又軟 挺好吃, 挺有口感 這款西多士會比較適合女士吃 因為沒那麼肥膩 這份西多士 連我最喜歡的牛油和糖漿都沒有 怎麼沒有? 你看我再說吧 好澎湃 西多士衝擊味蕾 同樣可以衝擊視覺 一切開, 肯料爆漿湧出 多撿到流出來 如果肥膩是一種罪 你這件西多士簡直犯下離天大罪 但是我心甘情願做重犯 我們的西多士有三種好吃 這是芋頭, 黑芝麻, 奶黃 這三種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這個奶黃, 我選取鹹蛋黃 我用新鮮芋頭, 打成蓉 我用黑芝麻, 要炒香 炒香後就要打成糊狀 再混合其他材料去做這個餡料 之後就要冷藏一天 因為它是液體, 要冷藏一天 令它固體, 才能做到西多士 那麵包有沒有講究? 我選出這隻麵包的密度比較高 因為密度不夠高 餡料變成液體之後 就會流出來 整個叉燒包這麼大的餡料 要塞進麵包, 沾蛋漿, 下鍋炸 其實怎樣才能做到流心的效果呢 其實我一直炸它, 慢慢會膨脹 為何這裡有點煲滑 對, 代表裡面的東西開始溶解 金黃色, 漿煲滑 光看也很有食慾 讓我現在先嘗嘗這個芝麻味 很特別, 我好像在吃芝麻糊配麵包 其實你怎樣看西多士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它也看齊 譬如像我們香港也有一些 很有名的食品 譬如是乳蛋、腸粉、菠蘿包 我們嘗試不斷創新的食物 希望接入廣泛的市民 包括外地的朋友 也有來吃西多士 看完影片, 馬上很想吃西多士 之前有些人說會吃就是配煉奶 但我比較傳統, 喜歡配糖漿 現在這麼多西多士 喜歡用不同的餡料放進去 我相信日後會出現無窮無盡的款式 不如大家嘗試考慮加些雪糕、蝦醬 甚至豆豉鯨魚進去, 來個味蕾大衝擊 西多士的餡料真是可以層出不窮 但並不是每樣食物都可以代替 例如鮑魚炒飯, 如果沒有鮑魚的話 算是怎樣 真包、假包 這個年頭是真是假也不敢包 昨天有酒樓被揭發 他們的鮑魚福建炒飯 裡面其實是沒有鮑魚 用裸肉來充塑 於是酒樓被判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罰了五千元 事後酒樓就事件道歉 而且用餘架包換的真鮑魚來炒飯 我來到這間酒樓 叫做鮑魚福建炒飯 這裡有鮑魚, 外形也像是鮑魚 有條裙邊在這裡, 讓我嘗嘗 嚥嚥韌韌, 也像鮑魚 以前這碟飯就賣88元 現在用真包就賣108元一碟 我們還逐顆夾出來數過 大約有20粒鮑魚左右 酒樓方面說 用價值30元的南非孔雀鮑魚 其實當初用裸肉代替鮑魚 只是為了降低成本 熟客也說事件 不影響他們對酒樓的信心 菜式價錢的問題, 是嗎 是… 一分錢一分貨 今晚我做的 你付錢多一點, 別人給你鮑魚 價錢一樣的鮑魚 這樣給你鮑魚 當然是介意 如果是價錢便宜, 也沒甚麼所謂 其實鮑魚是否這麼容易 騙人是鮑魚 我們就找了罐20多元的鮑汁鮑魚 和192元斤的大田鮑魚 分別炒出兩個福建炒飯 給街坊嘗嘗, 是否這麼容易分 我會把這個像鮑魚 這個比較像鮑魚 為甚麼 有點彈性, 有點硬 這些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就這樣看, 這個很像 不過這裡有一隻鮑魚 馬上看到分別 光顏色也好像不一樣 是否這樣看, 倫哥 其實通常看表面比較難看 現在鮑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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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白色, 例如鮑魚鮑魚 會是啤色 如果坊間用的調色劑 可以調色到鮑魚鮑魚的顏色 一模一樣 不只看顏色, 即是要嘗嘗口感 我馬上吃 像真鮑魚一樣 很力氣 對了, 有一個組織比較買 好 bew Gu trabalho 一點過酸對方 鯑魚鮑魚鮑魚楊 鮑魚很厚 而且 follow鮑魚無力 fronts魚鮑魚羊 蠍魚華 亦很厲害 鮑魚炒飯沒有鮑魚 用裸片真的不太適合 但是碗仔刺也沒有刺 大家不覺得有問題 對,我們平時去酒樓炒飯 也要七十多八十元 這次鮑魚炒飯賣八十八元 又不是貴得很離譜 你說賣三百元沒有鮑魚就生氣 所以說下次改菜名字要小心點 或者嘗嘗這個仿鮑魚炒飯 你很誠實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再見 你最少都只貸八十元 你放在街上就行了 加入往來禁區的士 禁著搶消費 乘客不允許等力也沒有車 留意東窗西望 所以說下麻煩 我們會拍攝